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今天我们有个主题很特别 你很少做人物专辑 居里夫人特长 一点都不错 今年11月7号 其实我们日子已经过了 11月7号是居里夫人150岁的名单 法国国家纪念馆中心跟居里博物馆 在巴黎的先贤祠安排了一个展览 等一下 先贤祠 这不是传统中国每个省都会有的 湘先贤祠 对不对 传统中国有吗 当然有 我这样翻译是因为我想起中列词 所以用那个词这一个字 先贤祠它的法文我不会念 可是英文就是Panthem 那大家假如到罗马去旅游的话 一定会去罗马的Panthem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万神殿 万神殿 对 那那一个建筑 我们把它叫做万神殿 其实是有道理的 因为罗马是后来才皈依基督教的 那在罗马帝国在皈依基督教之前 包括它的这个共和时代 基本上它是多神教的 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庙 这个供奉诸神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这个万神殿 我们中国人可以想象 就挂那个风神榜的地方 不 其实我所有的外国朋友 这个来台北 我都建议他们去龙山寺 甚至包括中国大陆来的朋友 就是让他们了解一下 我们传统的宗教信仰 到底是怎么回事 龙山寺本来是建给观音菩萨的 那可是你从进入寺门开始 你这个环绕一周 你会看大小神佛 这个无奇不有 那就是万神殿 对 一点都不错 所以在巴黎的先贤词 那我相信旅游过巴黎的人一定知道 因为不可能不放过这一个景点的 那它真的是非常的宏伟 毫无疑问的 那在巴黎的先贤词 安排了有这么一个居里夫人的特展 那时间有四个月 从十一月初一直到明年的三月初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假如去巴黎的话 不妨去参观一下这一个展览 而且每一周 每一个礼拜 先贤词跟居里博物馆 还有不同的节目 这个算是蛮盛大的一个展览 那居里夫人跟先贤词的关联发生于1995年 那1995年法国人将居里夫妇的骨灰迎入先贤词 那这很晚了呀 是 那死后很多年 对对你听我讲完 这个1995年发生的事情 那这个加入先贤词里边 老早就已经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人名 福尔泰 卢梭18世纪的 然后余国 佐拉 一个是19世纪的文学大师 一个是将近20世纪的文学大师 那这个当年 就是1995年那个典礼 是非常的盛大与隆重的 那由总统主持 那由于居里夫人来自波兰 所以这个波兰总统也受邀在法国总统身旁观礼 那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 有名吧 因为他是他是法国第五共和在位最久的总统 从1981年一直到1995年 他基本上他这个典礼 这个这个主持完毕了以后 才不过一个多月他就下台了 OK那他是1995年下台 然后事实上他当时已经知道他身患癌症 所以他事实上1996年1月他就过世了 所以他就等于是在他在位最后的岁月 也是他生前最后的岁月完成了这么一件大事 那然后当年受邀参加这个典礼的波兰总统华勒沙 那也是我们当年的偶像人物 只不过现在没有人记得他了 波兰团结公联 对 华勒沙嘛 那他是198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和平奖 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嘛 对吧 那这个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第一次注意到 这个居里夫人这个展览 你知道我心里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我的直觉性的反应 本能性的反应就是又来了 你知道这倒不是我不 我对这个居里夫人没有敬意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我们似乎总有理由来这个纪念居里夫人 那事实上不仅仅是这个特展 去年波兰法国德国合作的一部电影 重拍这个居里夫人 去年好像在欧洲几个影展是做首演 然后现在在全世界在放眼 美国已经放眼过了 韩国好像也已经放眼过了 我不晓得台湾 台湾说不定有某一些影展放眼过 那个这个品质非常好 就是然后女主角是一位波兰的演员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好像不要怎么回事 我们总有纪念居里夫人的理由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就是说 你看看 2001年 你看我们今年才2017年 2011年也不过就是6年以前 这个法国跟波兰都已经宣布了 当年就是2011年是居里夫人年 你看看这个这个我们才过了居里夫人年 然后又要这个那么盛大的来这个纪念居里夫人的150岁的名单 就是说你可以注意到其他的科学家很少享受这么高的尊崇的 OK 那那你看看 2011年为什么是居里夫人年呢 那因为因为1911年居里夫人获得第二座诺贝尔奖 而且当年是他一个人独得 那是诺贝尔化学奖 OK 那所以2011年是居里夫人获独得诺贝尔化学奖100周年 所以法国波兰都宣布这是居里夫人年 然后联合国也来凑任 那联合国大概不好意思 这个也说当年是居里夫人年 所以他就说 他就说那是化学年 那那有 所以世界各地当年2011年 你去查一下 世界各地为化学年举行的活动 总是凸显女性科学家的议题 我们台湾也不例外 那事实上 当年将居里夫人送入先贤词 就是法国的女性主义者 他们的政治行动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 在于这是非常具有象征性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只要去过先贤词的话 你就会发现 在先贤词的正面 郎柱 正面的郎柱上方 有一块横的石眉 那这个光耀门妹的眉 那那个石眉上刻着大字 那上面是写的法文 正宗的法文 著名 这一座先贤词 是纪念男性伟人的 因为法文那个单字 那相当于英文的 大家很熟悉的字 就是man man man在英文里边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当然就是男人 第二个意思就是整个人类 那对于许多人来说 这个字是政治不正确的 就是说你怎么可以 你怎么可以使用 对于男人的指称 来当做整个全人类的指称 可是法文 那个单字我不会发音 我不会发音 H-O-M-M-E-S 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法文这个单字就等于英文的man 他也是以特称代全称 对 所以在这个先贤词的门妹上 写得非常清楚了 就是这一座先贤词 是献给男性这个伟人的 OK 那 可是我们要谈一谈 距离夫人她的传奇 她的记录 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在那么多的科学家里边 古往今来 那距离夫人变成一个传奇 是有道理的 那正是因为她变成一个传奇 所以我们永远不缺 纪念她 向她致敬的理由 那她的传奇是因为她的记录 真的令人高山扬指 没有话讲 你不要说女性科学家了 就是男性科学家也难以超越 那过去一百多年来 就是从开始颁发诺贝尔奖以来 也就是从1901年以来 就从20世纪一刚开始 这个一百多年来 这只有三位科学家获得过两次 诺贝尔科学奖项的殊荣 而距离夫人是第一位 那她甚至也是唯一的一位 她获得两个不同的诺贝尔科学奖 她首先跟她的先生合得诺贝尔物理奖 然后在1911年 她读得诺贝尔化学奖 然后居里夫妇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中 唯一的夫妻党 那是1903年 各位千万别忘记 1903年正是居里夫人 获得博士学位的那一年 你能够想象吗 就是说你获得博士学位那一年 你就得到诺贝尔奖 然后他们的 就是居里夫妇的长女跟女婿 是诺贝尔化学奖唯一的夫妻党 那是在1935年 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之前在第二次 之前不久 然后在法国居里夫人之后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是 你可以说居里夫人是法国的媳妇 你很难说她就是法国人 那所以在法国居里夫人之后 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科学家 就是她的女儿 然后一直到2008年才出现 法国才出现第二位 受到诺贝尔奖肯定的女性科学家 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 那在欧洲 其实巴黎大学是对女性开放的先进 她很早就对女性开放了 就是这个容许女性这个入学 然后可以修学分 而且可以毕业 可以领毕业证书 这个巴黎大学是先进 那可是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的 基本上是外国人 都是外国留学生 所以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学选修的科学课 她的女性同班同学 全部都是外国的留学生 所以她的记录 她的记录 这种总而简单来讲 就是说居里夫人已经成为一个传奇 跟她的记录 这个关心密不可分 那这个不过 我的感觉就是说 就是我们现在在21世纪之初 来纪念居里夫人 还有一个更深刻的理由 那我说不出来 那我就说给你听听看 说不定你可以帮我想个名字 那我就我认为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怀旧 对就是说你回顾科学史 然后加上后见之名 那这个居里夫人 她是1891年秋天 到达巴黎的 然后她就是 她到达马上就在巴黎大学注册 她那个时候她到达巴黎的时候 还没有过24岁生日 OK 那那个时机啊 我刚刚说了 你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 你从后见之名的角度来看 那个时机再好不过了 那她在巴黎大学的老师里边 有一位后来获得诺贝尔奖 是诺贝尔物理奖 还比她晚获得 比她晚 对是1908年获得的 那然后她另外还有一位老师 那现在我们读科学史 或科学哲学的人 那这一定知道耳熟能详 帕卡瑞 那这个她是大师 她是科学史 科学哲学的大师 而且在日后都成了 她人生事业的贵人 然后这个朱利夫人 在9394年 分别在巴黎大学 获得两张不同的文凭 一张文凭是物理学 另外一张文凭是数学 那她本来是想要回家乡华沙 这个当老师的 可是她在1994年 遇见了居里先生 两个人第二年 1895年结婚 再过两年 她的长女出生 那这个你想想看 你看看这些时间 那我要特别念出一个时间 就是1895年 1895年12月 他们结婚才半年 那德国物理学家 伦秦就意外发现了X光 而X光 几乎立即引起了轰动 那法国物理学家 贝克勒就研究X光 结果发现了 油的矿物 也会发射 这个一种很 眼睛看不见的光 你现在讲的油 就是又235 238 一点都不错 精致电子油的油 就是发电的原料 制造原子弹的原料 那这个当年 当年就在 大家对X光 油光 既感兴趣 又没有投去的时候 居里夫人生下她的长女 然后她同时 她思考她的未来 她决定要先拿到博士学位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破天荒的决定 因为基本上在欧洲 这个女性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并不多 不过不管怎么样 当年没有所谓的工读博士 当年就是你只要完成论文 通过大学的审查 包括口试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 这个选择论文题目是一个关键 那这个 居里夫人在她的先生的协助之下 她选择研究油光 那理由之一就是 那是新鲜的玩意儿 你不必去 这个爬梳大量的过去研究文献 OK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 1896年12月16号 居里夫人 1897年12月16号 居里夫人就开始做研究 我要说的是说 他开始做研究 也不过才三个多月 就发现了第一个新的元素 不不 你想想看 现在有 搞不好你研究一辈子 你都不可能发现一个什么 真正了不起的新鲜东西 现在绝大多数人的 做的科学研究 基本上 我怎么讲呢 等于是在前人伟大的成就上 做注脚 那真正有突破性的 其实真的是不多的 这个也是部分的原因 我们对于现代的科学家 我们能够耳熟 能详的名字与成就并不多的主要原因 那像居里夫人这样子的成就 除了我刚才所念的那一些记录 你想想看 他开始动手研究 很寒冷的冬天 他根本没有实验室 他在一个 这个等于是原来是当做 厨藏室的一个房间里边做研究 那一切都是从头来过 然后他的那个设备 你只要看他当年所记录下的 他开始做研究的时候 他的那个房间 气温你就知道了 那个房间的气温是摄氏6度 冰箱是吧 那好 他三个月就发现第一个元素 那然后再隔了三个月 再隔了三个月 又发现了第二个元素 也就是说他在开始做研究 也不到一年 就发现了两个 过去从来不知道的新元素 这一种成就 我在想 那是让我感触 特别深刻的主要原因 我的结论很简单 我的结论就是 时代创造英雄 那在那一个时候 从1890年开始 一直到1900年 这个1910年 那是现代科学的 非常重大的转型期 我是指的是物质科学 那基本上 发现X光 导致居里夫人发现 放射线 那导致整个的核子科学 那然后 一直往一路往下发展 最后就是这个核能原子弹 这个核能发电 等等之类的 那这个 这个真的是怎么样讲 是让人兴奋的时代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在那一个时代里边 你个人的天赋才智 你个人的人格特质 你才有机会 找到一个表现的方式 来改变人的历史 在这里我要稍稍地答对你一下 稍后片刻 我们马上回来 科技艺mail单元 刚才老汉先生 为我们介绍了 居里夫人 她今年150岁名单 不过介绍这个 你特别写了一篇文章 是吧 是 一定有一个写作的 强烈的动机 是吧 不 不过当然 第一点我一再强调 就是回顾 完全从科学 我们从后见之明来看 在从1890年代 那开始 那我们现在科学 进入一个全新的 这个境地 那这真的是 让许多人的聪明才智 人格特质 可以充分的发挥 所以你回顾这一段历史 你当然心里 不能没有感慨 那当然 居里夫人的故事 这个其中 有一个焦点 那就是居里夫人 到底是不是法国人 那这个问题 不是我发明的 事实上是法国 自己在争论的 那这个当年 事实上在 在这个世纪 在1910年 年底到1911年 甚至一直延续到 将近1912年 那法国的媒体 这个有许多攻击 居里夫人的言论 说他不是 不是法国人 说他是外国人 他当然他是外国人 他他是 波兰华沙出生的人 他将近24岁 才到巴黎 那他是嫁给一位法国人 这是事实 好 那我要说的是说 居里夫人成名以后 那1912年 这个 他的家乡就有许多的 怎么样讲 用中国传统话来说 就是父老吧 那个这个邀请他 回国效力 那还其中据说还包括 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显客为之 这个都出面了 至少是写了信 那不过 居里夫人当时是婉拒了 对 那这个关于他为什么婉拒 那这个有各种说辞了 那我的感觉是 其实这个理由非常的容易说 假如我是居里夫人的话 我只要拿出化学周记表就可以了 因为他发现的第一个这个元素 这个我们中文发音成破 他其实 对 其实目的就在纪念他的祖国波兰 我们在听 OK 我们现在听的就是肖邦的革命练习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 这个 这一个新元素的中文发音 其实不应该是破 也应该是波 因为居里夫人讲得非常清楚 他取这个名字 是为了要纪念他的祖国波兰 那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波兰的这个地位 就是在1912年 他还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从18世纪末开始 波兰就遭到列强的瓜分 主要是普罗士 奥地利 以及这个俄罗斯 所以居里夫人 他是会说俄语的 他的俄语还算是非常流利的 因为 因为华沙 他就在这个俄罗斯的统治之下 所以这个居里夫人不回波兰 在我看起来其实很有道理 而且他已经尽了他的义务了 那我要说的是说 这个居里夫人不是唯一的一位 那从波兰出身 华沙出身的伟大艺术家 这个肖邦 也是另外一个例子 他离开了波兰以后 事实上没有回去过 他这个死在巴黎 也葬在巴黎 那这个他当年 以他的革命练习区 来表达他对他的祖国的命运的悲愤 那我觉得那是不朽的 那是一种不朽的贡献 对于自己的祖国 就是他不需要在人 在地 在地 他仍然可以对他的祖国 有这种贡献 那居里夫人把波兰这一个国家 或他的这个历史的命运 放在周期表上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 那这个贡献比他亲自回到波兰华沙 组织一个科学机构 那有意义多了 所以你这些文章非常精彩 标题是 祖国在周期表上 谢谢 来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 今天的科技Email 新的科技知识 大地震有周期吗 对 这个其实大概是所有地震专家的梦想 这个希望能够找到 找到周期 一点都不错 那地球自传造成就业 这个我们小学就学过了 是四张幼稚园就学过了 所以所以这一点都不稀奇 问题在于 地球自传的速率是不断的改变的 也就是说每一天 每一天的长度都不是固定的 总是差了一点 那当然所谓的差了一点 可以长达 不可以短到几个毫秒 OK 那细节我们就不管了 就是我们测量出来的 每一天的长度 事实上是不一样的 那影响地球自传速度的因素 有好几个 那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 大家最熟悉的是月球 很少人想到地球自传速度的变化 是它的规模要等于大于7 就是大地震 大地震似乎在时间上有集中发生的趋势 这就是规律了 那第二 大地震的数量 每32年攀上峰值一次 从一年15次升高到17到20次 那他们认为这两个规律的可 这两个规律可能是断层之间发生同步共振的结果 那更深层的原因 则是地球自传速度的一个周期性的变化 大约每30年地球转速就会陷入谷底一次 那所谓陷入谷底是什么意思呢 是慢上几个毫秒 转慢了 对 这一天变长了 对 你知道毫是千分之一 所以几个毫秒 千分之几秒就是了 对 那至于原因 他们推测 与地壳外层的铁溶浆有关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地壳虽然是铁 可是它并不是固体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 在高压高温的情况之下 它不可能是固体的 所以他们推测 与地壳外层的铁溶浆有关系 只不过是细节不明 那当然 他们在这个年会上宣布 等于是在专家群中 发表他们的这个研究结果 那当场的很多的专家 都不信服 不过我认为这个不要紧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 由于地球自转速度 在四年多以前 已经开始下降了 所以我们现在 就在一年之内 甚至一两年之内 应该就能够观察到 大地震的频率 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才对 所以我们等吧 这一两年我们就知道 很恐怖的等 是不是 那当然 因为我们是地震带 我同意 来 断层 既然讲到地震 断层 断层你知道 会慢滑 慢慢的滑动 这个问题应该是我问你才对 不应该是你问我 是 OK 好 今年 三个月以前吧 9月7号晚上 接近5月的时候 墨西哥太平洋 海岸的海底 发生了规模8.2的强震 规模8.2绝对是强震 毫无疑问的 那至少造成90个人死亡 因为是在海岸附近的海底 而不是在陆地上面 那这一个强震 连墨西哥市的居民都有感 墨西哥市 是位于墨西哥的 国主的中央 你想想看 海岸上发生了强震 这个国主中央 你都会感觉到 那然后 这是9月7号发生的强震 然后9月19号 不到两个礼拜 下午一点多 那墨西哥市 东南约120公里的地方 再度发生规模7.1的地震 超过300个人死亡 那财产的损失更惨重 那墨西哥太平洋岸 正是太平洋板块 引没到北美板块之下的地方 所以地震活跃 一点都不令人意外 但是 滨海 就是太平洋岸上的 这个有一个省 叫做葛列柔省 葛列柔 知道这个省 你会西班牙发音吗 我不敢念 是因为我不知道西班牙 好啊 没有人 我不会念西班牙 西班牙文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你念的对不对 这个葛列柔省 有一段宽130公里的海岸 那沉寂了整整一个世纪 没有地震 那所以地震学者就担心 当地的断层已经累积了庞大的能量 一旦瞬间释出 必然造成强症 那不过最近有一个新的假说问世 认为那一些能量可能已经透过一个叫做漫滑 慢慢地滑动的这个机制释放掉了 原来学者在世界各地的一些隐墨带 注意到地层会缓慢的滑动 可能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才移动几公分 那过去没有发现 是因为没有在隐墨带布置GPS接收仪 隐墨带是什么 就是说两个巨大的板块互相交错的这个地方 你譬如说我刚刚说的太平洋板块 隐墨在北美馆板块之下 那是很大范围 那当然 那所以才叫做地震带 那现在日本与墨西哥的地震学者合作 正在葛列柔的陈级海岸线上布置感测仪 以及这个GPS接收仪 有的在陆地有的在海底 不过到底发生什么事 怎么稍后片刻再回来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话题 断层会这个叫做slow slip 慢滑 慢慢滑动 缓慢的滑动 刚刚已经说到 日本跟墨西哥的地震学者 正在格列柔的陈级海岸线上布置感测器 包括地震仪跟GPS接收仪 有的在陆上 有的在海底 那墨西哥的学者已经在那里观察到漫华事件 那就是在海岸线附近的陆地上 GPS站会逐渐向东北移动 他设定的那个站 对 对 但是每3.5到4年 他们都会回到原点 有意思吧 有意思 那平均每半年移动10公分 那很远的 是 那一年20公分 学者估计 那样的慢滑所释出的能量 可能造成规模7.6的强震 那这个能量非常巨大 那为什么还会回到原点 这很奇怪 那研究人员在格列柔沿海海底的板块界面上 布置感测器 想要知道那里是不是也会发生慢滑 如果不会就表示那 那就表示那里是 必须严密监控的地方 不不 如果发现他们会发生慢滑的话 就表示那里必须要严密的监控 OK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 海底的地震会造成大的海啸 所以不要认为海底地震不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Greverio 来 接下来 行善反而遭到报应 这是什么 科学问题吗 不 我们有一句俗语叫好心遭雷批 是 那涉及到补金 补金语 对对 1982年国际补金委员会 接受自己的科学顾问建议 决议暂停商业补金 从1985 1986年补金纪开始生效 是 那金屯中受惠最大的是虚金 就是 胡须的须啊 可是他的意思并不是指金屯会长胡须 那须金是以金须过滤于海水中的浮游生物 比如说像鳞虾来维生 那有牙齿的金屯可以猎杀较大的动物 那最大的齿精 就是有牙齿的鲸鱼 叫做抹香精 过去抹香精是补金业的主要猎杀对象 那目的之一啊 是要摘取他们的精脑油 他们的头部有一个空腔 里边是他们的回生定位器 那充满着 油压的 对充满着这个金脑油 那一头抹香精 可以采取的金脑油 大概有一千公升 那美国 这个海洋大气署 它的估计啊 抹香精的族群成长率 在暂停补金之后 每一年的成长率是4% 这非常高啊 过去20年 因此阿拉斯加南部 阿拉斯加湾的渔民啊 它的损失就惨重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一些抹香精 会夺取渔民的收获 那一些渔民基本上 最主要的生计是 这个捕猎黑血鱼 黑血鱼的价值还蛮高的 就是这个一公斤啊 大概是14美元 那估计啊 抹香精 这个会破坏他们至少 四分之一以上的渔获 所以这一个损失是非常惨重的 所以现在 现在那一些渔民啊 正在设法 这个找各式各样的解决方案 那包括譬如说 以噪音驱赶 那失败了 就跟我们的飞机场赶鸟一样 对 那现在还在实验一些新的点子 譬如说 渔民就设法搜寻 没有鲸鱼的这个海域来作业 那还有呢 就是以录音 引诱鲸鱼离开渔船 真正作业的海域 那还有呢 那就是改变这个捕鱼的方式 譬如说他们现在使用 捕捞螃蟹龙虾的湖 来捕这个黑血鱼 不过这一种捕鱼的方式 成本太高 只有比较大的渔船 才能够使用这一个方法 总而言之就是 这一则新闻 是我从经济学人看来的 他要说的就是 我们对于自然采取的任何的行动 都会产生 事先不可预料的后果 那我们怎么样去 这个对付那些后果 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这个我们看吧 这个不要以为 环境是很容易操纵的 不管你是爱他还是破坏他 一点不错 接下来这个怪了 这个题目 长毛像的社会组织 像是哺乳类最大的陆生动物 那他们的社会组织 与许多其他的哺乳类一样 就是雌性不离开自己的出生群体 雄性成年以后要离开自己的群体 因此像的社群骨干是成年的雌性 那其中一头是头头 那我们可以叫他雌老大 不过这有点难听 所以我们不如说叫做女的组长 那于是像群中只有比较年轻的雄像 没有年老的雄像 那这个是博为普遍的哺乳类的现象 那这个台湾的猕猴的社会组织 大体也是这样 但是研究像的生物学家 想知道长毛像是不是也是那样 那可是长毛像是生活在很不一样的环境中 而且已经灭绝了 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他的社会组织呢 那学者先考虑现生大象的社会组织有什么功能 很明显这一种社会组织的功能之一 是储存传递生活的资讯 女组长通常年纪大有阅历 对于生活范围内的大小事都很熟悉 可以带领族群渡过难关 而雄性一成年就必须离开群体 因此他们懂得的事不可能多 所以对于生活环境中 攸关生死之处不见得都知道 因此他们比较容易死于非命 死于意外 从化石出土的地点 有的时候可以推断他们是不是死于非命 过去的研究 特别是针对保存的非常好的化石的研究 已经有一些证据显示 他们大部分是死于非命的个体 我是指雄性 那这个所以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自然史博物馆 有两位专家扩大收集了化石的材料 那另外收集了98具产膜像的化石 来抽取DNA 发现其中有66头是雄性 29头是雌性 这个数字差很大 差相当的大 这个证明一件事情 那就是雄性的确比较容易死于分明 死于意外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笨了 他们缺乏经验阅历又不肯读书 所以他们真是很惨 跟读书似的 他们也不听69发 缺乏社会组织的陶冶 资源 因为你在社会组织里边 你才有可能有老有少 然后这个老才有可能有机会 把那一些知识传递给少 所以雌老大 你刚刚讲的特别重要 我再强调一下 还有一个昵称 应该就是女组长 大象长毛象的女组长 我们还有一个小题目 也就剩下一分钟的时间了 鸟会发出 我们平常以为的声音之外的声音 对鸟鸟鸟鸟鸟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可是鸟会发出的声音 不只是鸟鸟鸟 它会利用身体的 比如说羽毛 比如说脚 发出一些声音 那一些声音 到底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这就是一个问题 最近有一个研究 指出澳洲的凤头鸠 他们用翅膀发出的警告的声音 是有意的 而不是无意的产物 对他们甚至还做了实验 警告谁呢 就是警告同群里边的其他鸟儿 就是他们一看到有危险的事情 他们正翅膏飞 他们就逃跑了 那问题在于就是过去 学者也观察到 他们正翅膏飞的时候 会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 那这个过去以为 只不过是他们冲促的起飞 的意外的结果 那并不是有意的 那现在通过实验证明 他们正翅膏飞 发出的特殊的声音 是有意的警告声 谢谢刀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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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